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赵老头子的运用赛车的地方 米穹日式 今天我把昨天那个换油帮那个 三十岁去旅行的那个浪迪 我带他出来爬一下米穹日式 只带他一个人 他在我后面看看能不能上米穹日式 然后前面就是这个口子 回到口子往油管 就是去米穹日式的路 开一下 看见没有 米穹日式几个大志 来这里右拐就是米穹日式了 我们给你记录一下米穹日式怎么走的 在这个也是昨天就是换油帮那个浪迪 换了油帮之后 我带他上一下米穹日式 看看能不能够 什么反应没有 能不能够上去 他在我的后面 好吧 到了再说 已经到了米穹日式大门口了 这个三角下的大门口 从这里进去就是这儿八斤上米穹日式的路了 还有4.5公里 我们在前面等一下 后面那个车 想要等一下看看到底怎么样 好吧 现在这里停一下 再拍一段书期在这儿 一定要停一下 它被来呀 它上不来吗 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那一个另外一个三十岁群里现在分 你在那里 我靠不可能上不来吧 看到没有 不可能上不来呀 不应该呀 上不来吗 我靠它倒下去呀 要大下去就带到下面去 重新起破 好吧 等到道上开上来 现在这个位置 看见没有 我的红色浪迪开到那个位置停住了 就是上米穹日式这个口子上 问题是 它这个两区浪迪 为啥开到这里来走不动啊 没力吗 我一挡从下面开始走的时候 一挡把油没踩到底 走到这就熄火了 就不行了 半离合也不行 上不去 不应该呀 我开一下感觉一下 真不应该哈 这个说句实话 真不应该的在这里 我就发现你走到这里就不走了 因为这个坡都走不上去的话 那上面跟没办法走了 要知道吗 还有更大的坡 开到那里去呀 这个距离多短 开到那里去 你想一想 好 我来试一下 我来亲自来试一下 行 我给你倒下去试一下 要倒下去才能够冲 嗯 刚刚这个浪迪 三十岁去旅行 他这个两驱浪迪 嗯 爬这个大门口这个坡 他就没爬上去 他自己开都没爬上去 然后我在前面了 看他没上来 我就在半坡上去 把他拿下来 他说爬不动 根本没办法开 所以我就叫他下来 我来亲自开这个车 看看能不能够冲上这个大门口的坡 如果连这个坡都爬不上去的话 那米穹日式就更别上去了 这里是米穹日式的大门口 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好吧 我来试一下能不能够开动这个车 他说太没劲了 跑不动 爬坡根本就没办法 我亲自试一下 我来亲自试一下这个车 能不能够爬上去 它是没办法的 我来试一下 我来试一下 刚刚这个车里面没有手机支架 我没有录这个车辆爬上来的视频 但是开起来的话 我感觉这个车的话是属于 应该是属于 支撑载重量过大 啊 载重量过大 我凭我的自己的感觉 感觉来载重量过大 但是我一挡上来的话 还是有点吃劲 但是还是把它开上来了 当然我的车的话 油门是有富裕的 它的油门的话 踩到底的话 还真的 反正爬是能够爬 我感 跟我的感觉哈 这个车 是属于车里面的 重量 重量太大了 我跟我的感觉 我开起来 车子因为在晃后面 后面有点晃 整个在开起来 车子感觉到有点 有点那种 在东西在中的那种 那种摇晃的那种感觉 在后面 我整个的跟我的感觉 是这样的 我就知道大门口开始冲的 我就感觉到不像是 1.4的排量 但是这个排量的话 说句真心话 但是总感觉 比我的动力 确实差了很多 差了很多 这个是实话 比我的动力 确实跟我的比起来 没办法比的 就包括我这个车发动机 没修之前 我的动力就很好 我这发动机 我自己还修过 修过我就没了 我还戏门 换了一束火车环 其他我都没动 你说我这是不是 节气没张啊 跟节气没张没关系 节气没那天 我给你冲洗了的 那天我给你清洗了的 那这个你说是 嗯 这个跟发动机 自身还是有那个 我看你这个车子 跟我的车子也是一样的 没有 只是两驱的四驱而已 其他没什么改变的 这样吧 不行 你开我的 我开你的 我上去看一下 行 我来开一下 看看你这个车子 上去怎么样 现在我跟他开到这里来 由他自己开 他自己开 看看开起来东西怎么样 行吧 我等他后面 我跟他开到这个口子上来 看他自己能不能开上去 难道你说这一波 是随便冲上去的 但是不敢确定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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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可以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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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转过这个弯 他在贲不责的动啊 哦 哦 被这弯杂上就被卡住了 他的车就在这弯杂上就被卡住了 嗯 这不对呀大哥 你要想在坡的上起步 起不了的 你在那里起不了 倒下去重新起步 在这个位置起步很困难 到了缓坡一点 到那个箭头那个位置 这个位置你要想起步的话太难了 你看 以前这个路没有这么烂 没想到这两天搞得这么击巴烂 我好长时间没来了 全是离合片的味道 冒烟了这里边 不能够再 不能够再刷了 你只能够倒下去了 这个位置你看一下 那几个沙坑全部是那种大坑 怎么走 靠着边上挪 我还从这里 我还从这个沙地上直接干过来了 这地方坑太多了 没干走 因为我这个加入包围没干走 你要是闻着一口气 靠着边上走的话 应该上去得了 嗯 你不能够在这里缓劲 你缓劲你这个坑你就上不来 主要是这边有大坑 啊 你看我走在这里 看你停在那里 我就走在边上 我的 我的有没有连一连都不敢送进 一送进的话 在这里就上不去了 我都缓缓到那边去 再绕上去的 主要是这个 不能再冒烟了 不能再走了 不能再死进中了 下去吧 没办法 不对呀 这这这这浪地都会爬不上来 有点过分了 三 我真是八斤点 你这 那人家的一点零的面包 我都没得开上去了 昨天还有评论在说 你的大包围烂了没有 我说烂了一点 不会倒了吧 啊 那鞋这么厉害不会倒了吧 不会不会不会 翻不了翻不了 翻不了翻不了 这个翻不了 这种就是翻不了的 我告诉你 还是车里面太重了 你车里面绝对不是300斤 你后面 而且搞不好厚重前轻 我看得出来 你再倒一点 如果要想冲的话 再倒一点 完蛋了没敢走 我全是大坑 而且是沙 打滑 你要靠着边上走 看看有没有机会 你要走这里的话 我跟你说 包围给你刮的稀烂 我走到这我一看 全是大坑 讲油门收油门了 我知道 收油门就完蛋了 在这里收油门 我都确定上不来 感觉 在冲一下试试 你再倒一点 哇 屁股往那边 屁股往那边去 有个好人 反正有没有困难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 主要是这种沙坑 上不来 然后我 他在那个位置站着 我是走在边上 我走得更烂 更滑的地方 我就一口气 把他干过去了 干在那坡上停着点 等他上来看看 现在泥河漆的味道有 你在那里起步也起不了 你在那里起不了不 你要下去的话 就直接下去玩 要不然 你在半路上起步 决定把泥河漆搞废 倒下去吧 在拉萨这个泥河漆 没有压盘 只有泥河漆片 你这样起不了不 在拉萨这个泥河漆没有压盘 只有泥河漆片 我告诉你 我上之后 我的泥河漆 我就只换了泥河漆片 没压盘换的 好 待会去看他再冲一下